播放紀錄片活摘十年調查 近六十位高雄達人裡的民眾 各個聚精會神仔細觀看 在深入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後 相當震驚 在共產社會生命隨時會被他們領導人踐踏 相反在民族國家裡 每一個人的生命就是平等 活摘器官這件事情還在進行 還是有一些民眾會到大陸去移植這些器官 我們為了把這件事情給傳播開來 照顧到我們台灣鄉親的身體健康 得到一個真正移植的管道 能夠把大陸的這些真相講出來 應後座談會上 追查國際主席汪志遠透過連線雨談 現場也展示鐵鎮如山一書 內容有對活摘暴行取證錄音的第一手資料 再再顯示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恶行 令人髮指 在任何國家這都是犯罪行為 因為在國際的標準 奇怪是不能用金錢買賣 為什麼 因為它有道德的奉行 所以這是禁止的 在中共的統治下 中國並沒有發生所謂的戰爭 所謂的武裝衝突 你看不到飛彈或機槍在掃射 但是人民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 今天可能躲過了飛彈或是機槍的攻擊 但是你卻是無法逃走手術刀下的威脅 時至今日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惡依然在繼續 甚至在這樣器官移植黑色產業鏈下 受害的不僅是法輪功群體